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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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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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得很厲害 他的手的骨頭已經斷四次了 然後呢 一直叫 一直叫 他爸爸媽媽也不知道怎麼辦 為什麼那麼容易斷手斷腳 後來我一問才知道 他家祖先都是殺豬養豬了 殺豬養豬你叫剁 剁豬腳 剁豬腿 所以這個小朋友從小就很容易斷手斷腳 發生很多意外 別人跌倒沒事 他一跌倒就斷手斷腳 斷了以後會痛得要死 因為殺豬的時候 豬被殺的時候更痛苦 所以發生什麼結果都有它的原因 讓各位了解這個道理 我要把放生的功德 稍微跟各位念一遍 希望大家升起信心 永遠都相信 家裡有人生病 還是你要去買車子 還是你買了一個房子 你很喜歡做一點功德 希望這個事情很順利 那佛陀說 慈悲的功德等於供養所有佛的功德 就像現在旁邊在做一點菸供 不吃食物 平常你不吃米也可以啊 不吃一點麵包給魚吃啊 佛陀說 你只要不吃一小塊麵包 給一隻小鳥 一隻小狗吃 等於供養所有佛的功德 你不吃給越可憐的眾生 像這個菸是給孤魂野鬼的 不但給孤魂給懟 給什麼來 海龍王 海神 海中眾生 土地龍神 孤魂野鬼 冤心在主 同享功德 那這個很簡單 點一隻香也沒關係啊 不吃幾顆米啊 然後我們很喜歡灑甘露水啊 這個都是不吃 所以佛陀講了一句話 念下來 慈悲就是供養諸佛菩薩 那希望大家 時時刻刻都可以慈悲 特別太陽越大的時候 你只要往太陽灑幾顆水 買著你喝的水滴幾滴水 然後呢 請觀音菩薩加持也可以 你要念咒也可以 那那個水就會發光 然後那些身體被火曬了 皮膚都 都痛得要死的這些 孤魂野鬼啊 嘴巴會吐火的咽喉鬼啊 他們的嘴巴就清涼了 身體就沒有火再燒了 很慈悲的 所以各位住在巴淡島 經常會看到海 有一種鬼啊 我告訴各位 什麼鬼叫海除鬼 海除鬼 什麼叫海除鬼 他永遠一個人 旁邊很多他都看不見 他以為整個世界只有他一個鬼 站在海上面 上面呢 白天太陽曬 曬到他全身都冒火 底下的水變流酸 上面是火 底下是流酸 沒吃沒喝 一站要站多久 你知道嗎 一百七十萬年 一百七十萬年 很痛苦很痛苦的 所以 放生救命 不但救他們的命 請問救誰的命 救自己的命 以前在 大陸一個叫太湖的地方 當地的老百姓 每天都是抓魚來過生活 只有兩戶人家 他們有拜觀音菩薩 他們不但不抓魚 經常勸人家不要殺身 但是人家都不聽 他也沒辦法 住在那邊 結果有一天晚上 有一個大烏龜神 來找那個老人家 跟老人家說 你們這兩天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要起大水 要起大水以後 全部人都會死掉 因為你們是 慈悲 愛護生命的家 我來控制你們 你們這兩家趕快跑 其他人都沒聽到 也不相信 天氣這麼好 但是那個老人家拜觀音菩薩 他說一定是觀音菩薩派來跟我說的 他就跟隔壁人家 我們趕快跑趕快跑 跟他們說 請他們趕快跑 但是他們沒人相信 然後等他們跑掉以後 第三天 淹大水 全部人都死掉 就這兩戶人家沒死 所以這個很簡單的一個故事 但是說明了什麼 因為他們不殺生放生 也救了自己命 但是這些殺生的人 你明明跟他講說淹大水 他說不可能 不可能 他走都不想走 就這樣 全部淹死了 第二遍 唸一下 放生就是還債 放生就是還債 我們過去都有殺生吃肉 這輩子就算你沒有 上輩子也有 還人家債 我們勸人家命債 如果你吃一塊雞肉 佛經有說 一隻雞 三個人吃 三個人都下地獄 各位什麼叫地獄呢 你下了地獄以後啊 最少一百九十億年 最少有十八成地獄 最少一百九十億年 在那邊被砍被殺 被煮 被燙 被追殺 被追殺 的痛苦 但是 殺生 的這個惡業 就會讓我們下地獄 所以佛陀制定第一條戒律 列下來 當願眾生 不殺生 佛陀定給我們佛弟子的第一條戒律 不能殺生 因為殺生的惡業最重 但是我們過去都有 所以我們要懺悔 還債 所以我們今天 大家以這種懺悔心 來放生 把這個債還掉 命債 殺生的債 這些暈心債主 就可以超肚了 所以來 唸一下 今日放生 回向過去 累劫累世 殺生的債主 殺生的債主 殺動物的債主 殺動物的債主 墮胎的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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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講 放生就是還債 你不要自私 想的是所有眾生 所有法界 那你的功德力更大 第三 放生就是救急 放生就是救急 如果有人現在在加護病房 醫生說不好啊不好啊 要死啊 最快的方法 趕快去替他放生 最快的方法 因為這些急難的事情 或甚至你申請一個執照 如果下不來啊 這下會虧很多錢啊 這個很急很急的事情 那最快的方法就是 去救命放生 所以殺生是第一二頁 放生是最快速的善業 第四 唸一下 放生就是慈悲 放生就是慈悲 佛教的精髓就是慈悲 慈悲大家都會唸 觀世音菩薩 那觀世音菩薩為什麼慈悲呢 因為他整天都在唸一下 救苦救難 幫助眾生 所以各位這一點希望大家做 我每天都要拿水噴啊 觀音甘露啊 灑灑米啊 就算水沒有了 米沒有啦 念佛啊 剛剛我們從新加坡 坐船過來啊 灑了很多牛奶 為什麼要灑牛奶你知道嗎 給龍王 這海龍王太高興了 他就不會做怪 然後呢 如果再灑一點花 加牛奶 會怎麼樣 跟我唸 會發財 要不要發財 為你搞了 沒錢很難苦 沒錢拔掉 拔掉我們輸的 不能拔掉啊 所以呢 那你要有錢 那就對大海裡面 不施一點點牛奶 加一點花 然後祝老公發財 祝大家發財 為什麼 龍王屬財 龍王在龍宮裡面 黃金珠寶一大堆 所以 那各位了解這些方法 然後 我們在這邊灑了很多麵包啊 灑了很多米啊 念佛啊 誦經啊 希望新加坡 到巴旦島 所有的龍王 鬼王 海族 眾生 天道 通通得到同樣的功德 這不是花很多錢的 這個跟花很多錢沒關係 因為慈悲心 所以念一下 慈悲就會發財 慈悲就會發財 慈悲就是財富 慈悲就是財富 慈悲就是智慧 慈悲就是智慧 有智慧的人 就要經常去慈悲啊 所以講到這個地方 希望各位在家裡 不要殺螞蟻 好不好啊 不要殺蟑螂 給牠一條路走 你家裡螞蟻很多怎麼辦 不要殺牠 你就把牠們喜歡吃的 拿圓一點 跟螞蟻講一下 螞蟻比老鼠還厲害 你跟牠講這個念頭 牠就知道 動物只是不會講話 但是你的念頭牠知道 你去買一個老鼠籠回來 這兩天老鼠就不見了 因為老鼠很知道你要幹嘛的 所以動物都一樣 特別蛇 那些蛇牠只是不會講話 蛇有他心通 你想什麼牠知道 所以牛也有宿命通 佛教講的牛 牛 這隻牛 你要吃牠殺牠 牠都知道你過去跟牠什麼關係 過去你是我爸爸 過去你是我的誰 你為什麼要殺我 牠只會掉眼淚 牠只會掉眼淚 所以每一隻豬都知道自己被殺幾次了 牠知道說 我來要被殺七次 現在殺第五次 快點快點痛苦 每一隻豬都知道了 這個佛經都有說的 各位你要相信 所以每一隻動物 當你要救牠的時候 當你對牠慈悲的時候 所以 佛教裡面有一尊 念一下 黃財神 這個黃財神 誰拿錢來 就是那隻老鼠 所以各位 抬尿氣力也撩緊 所以我們中國人 擠醋 擠醋擠醋對不對 尿氣咳嘴 但是你不要去殺老鼠 所以希望大家 用慈悲心來生活 好不好 把我們的生命 變成慈悲的生命 好不好 那慈悲的人 不會傷害別人 不會傷害眾生 慈悲的人 不要恨別人 慈悲的人不要發脾氣 過年新希望 不要罵人 好不好 幫你吹去會聽 唱歌又會聽 唱歌要好聽 來 念一下 不罵人 唱歌好聽 不騙人 口才好 不背後講是非 講話別人喜歡聽 不講沒意義的話 說話才會清楚 舌頭要綁安全帶 現在有人說 我心肝 我心肝就好 你嘴巴的心肝好 所以我想各位要 開始練習啊 過年啊 希望老公發財啊 老婆不要罵人 老公就發財了 這很簡單的道理 女人哭啊 女人一生氣啊 一吊眼淚啊 男人的黃金珠寶就不見了 所以欺負女人的男人 一定要招勞啦 要破產 疼老婆的男人 一定會發財的 丟掉 各位男人 不能去外交 所以 但是一個男人 不愛女人 不愛護他的太太 那這個男人 就不好啊 不好啊 兵敗如山倒 做生意要倒 這樣 因為女人主財 這是個意思吧 所以我想 講慈悲 我們必須從行為 不是說我在吃素很慈悲 結果你去亂搞男女關係 那你根本就不慈悲 騙人的 所以 慈悲要懂得愛自己的家人 有愛自己的家人 就愛別人 愛眾生 都平等 第五 唸一下 放生就是覺悟 放生就是覺悟 什麼叫覺悟 就是了解了 開悟了 覺悟什麼 唸一下 眾生都是我的父母 請問各位 雞是不是我們的爸爸媽媽 是不是 請問還在吃雞肉了 還在吃雞肉的騎手 還在吃雞肉的騎手 我一定很坦白喔 新年新希望 不能夠吃白肉了 所以現在我 這次來巴蛋島 剛剛他們帶我去一家素食餐廳 好吃好吃 比我去年來好吃 越來越好吃 我們吃海餐是日間法師說 這兩天師父要帶你去好多家 這裡面還有一家西餐的素食 越來越多了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你要生命發財啊 快樂啊 家庭平安啊 長壽啊 那你就要慢慢學吃素 賣假吧 覺悟什麼 眾生平等 眾生都是未來佛 等一下 眾生都是過去父母 眾生都是未來的佛陀 那你了解了 你幹嘛殺他 幹嘛吃他 而且最重要 眾生平等 一隻螞蟻跟一隻大象 跟一個人 生命是平等的 千萬不要以為小螞蟻就可以殺 這個觀念是我們來放生 要覺悟了解的道理 因為你了解了眾生平等 你就會對眾生慈悲 給他快樂也是給自己快樂 幫助他離苦也消了自己的業障 消了自己的痛苦 這個道理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記下來 為什麼不然就 哎呀 腳痛啊 腰痛啊 心臟病啊 糖尿病啊 那這些都是因為 愛殺身 愛吃肉癱 就沒辦法 再來第六 放生就是實踐 放生就是實踐 我們要實踐慈悲 我們要實踐眾生平等的道理 那你要把這個放生成為一個行動 真的去做 所以我們現在發達了 這次有一位大陸的菩薩來 專門在大陸救狐狸耶 狐狸 一隻狐狸三百五十塊人民幣 他那邊聽說已經救了一萬隻狐狸 裡面有四千隻是我們的 大家一起救 然後現在就是要找更新的場地 但是你要知道狐狸呢 每天吃飯要吃多少啊 對不對 他們吃素的 然後就買飼料 餵他們啊 保護他們不要被殺 因為殺狐狸最大的殘忍是什麼 他們都是活活把他扒皮這樣 扒完皮就給他丟旁邊 慢慢死 他也懶得給他 讓他流血死吧 那他就是要他的皮 活活的扒比較好扒皮 然後就丟在旁邊 冰天雪地 慢慢掙扎慢慢死 然後那屍體堆了 像山一樣 好恐怖啊 為了人類 身上要有皮毛 喜歡穿有毛的 喜歡戴有什麼 現在馬來西亞 殺蟒蛇都買到歐洲 他們喜歡牛皮已經不流行了 現在喜歡吃 喜歡戴那個蛇皮的皮包 四角蛇 你們巴蛋島也有四角蛇 蜥蜴蜴蜴的皮包 那這些蛇就一直要被殺掉 大蟒蛇啊蜥蜴啊 所以大家喜歡 喜歡用兔毛的圍巾 羊毛的東西 鵝毛的東西 好在各位已經長在夏天的地方 就比較少用毛的 你要長在冬天的地方 你就殺其他動物的皮毛來用 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放生 了解這個道理 不要殺生啊 不要用動物皮毛的東西啊 這樣最好 像各位買皮鞋 以後就換成布鞋布鞋 像巴蛋島多好 都穿拖鞋 穿涼鞋 對不對 不怕呢 你就少一點造業 老實說啦 你一輩子穿這個皮鞋 你相不相信 下輩子好幾次他穿你 用你的皮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啊 因為你每叹他一下他就痛 就沒辦法 所以因為生命有輪迴 不是死了就算了 所以我們放生 就是實踐佛陀的慈悲 實踐佛陀的平等空性的智慧 實踐佛陀要我們救苦救難的行為 第七唸一下 放生就是積極 放生就是積極 有些人說我們就放生 不用了我沒有殺生 不殺生只是消極的 我有吃素 吃素才終極而已啊 放生才是最積極 救命的功德 所以如果你爸爸媽媽喜歡吃肉 那雖然他現在不懂佛法 還沒辦法吃素 但是你積極幫他放生還債 消業障 剛剛講過 你幫他放七支 他不會下地獄 你幫他放十八支 這一輩子的殺生的惡夜消除掉 不然的話 像釋迦摩尼佛各位都知道 釋迦摩尼佛的家族 釋迦摩尼佛已經成佛了 結果他們所有的家族的人 是全部被殺掉 殺了三天三夜 殺掉 女生都把他斷手斷腳慢慢流血 男生呢 用二十頭大象綁在地上 大象踏過去踏成肉醬 沒有死的 再給他丟在河邊 掌潮的時候淹死 三天三夜 很可怕的事情 為什麼呢 這個故事我必須再講一次 別人就問佛陀說佛陀啊 你的家族 不是都歸一三寶了嗎 學佛了嗎 為什麼還這麼痛苦的惡夜而死 三天三夜 佛陀說歸一了 修行了 但是業障沒消除像 穆劍年尊者 穆劍年尊者 是被打成肉醬而死的 神通第一的穆劍年 為什麼被打成肉醬呢 雖然他已經鎮阿羅漢有神通了 但是過去是他是在抓魚的 他專門抓大的魚 抓上來以後 怕他亂跳跳到大海 就用棍子把那個大魚 敲到他頭昏掉 然後呢趁魚還沒有半死半死了 趕快送去市場賣 他每天就賺這個錢 所以後來他供養了一個出家人 發了一個願 希望將來跟這個出家人一樣有神通 他發了這個願 但是雖然他後來出家了 成為一個有神通的阿羅漢 但是他殺魚打魚的惡業 一點都沒消除掉 所以穆劍年雖然神通 業力 神通抵不過業力 他這個業來了 他一樣被打成肉醬 所以各位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要積極的懺悔 積極的放生 再來列一下 放生就是方便 放生就是方便 就是一種方法 我剛講家裡有人要開刀啊 你的朋友得癌症啊 他要做生意啊 他想要房子趕快賣出去啊 他想要趕快開悟消業障啊 那放生是一個最快的方法 不管你要得到世間的長壽富貴啊 順利 你要得到修行的智慧 你想要趕快成佛 那放生就是可以滿足各種的方法 放生是這麼最好的方法 那請問放生加念佛 可不可以上品完生極樂世界 念佛的人就是要去極樂世界 但是你加上放生又吃素 那你就上品極樂 所以放生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在這邊講那麼多 就是希望各位住在巴淡島 放生還很方便 很方便 淡水有淡水的水庫 海水有海水的 然後聽說物命又便宜 然後你隨時隨時都可以救 再來 放生就是解冤 放生就是解冤 冤就是冤親在主啊 冤親在主就來討報仇啊 讓我們跌倒啊 讓我們生病啊 讓我們虧錢啊 讓我們夫妻吵架啊 兒女不平啊 所以 如果家裡有佛像啊 或是一本經驗 每天 拜一拜 跪下來懺悔業障 然後呢 我們又加上最近多吃素 放生 那就可以把冤親在主超渡了 再來念一下 放生就是消災 放生就是消災 這個世間有水災火災地震 哪怕你是救一隻魚 但是呢 就算你沒有辦法參加 你拿出一塊錢新幣放在這邊 我這個要去參加放生 那你就參加了 這個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都在放生救命 然後你就把這個錢說 我這個要去放生了 那就消除這個災難 你兒子騎摩托車出去 你會很緊張 他會不會有車禍 那但是你就趕快去參加放生 對 這一塊錢我是準備放生的這樣 所以消除他的災難 再來 念一下 放生就是治病 放生就是治病 生病 生病很痛苦 對不對 再有錢呢 都抵不了 就不要生病就好 現在還流行癌症這樣 動不動就有癌症 所以 那各位 如果你去放生 就很快地把這個病給消除掉 最快的方法 不管什麼病 什麼病 所以我們每天 我們在台灣 號召很多地方 每天至少30場到50場的放生 每天都在做 而且希望這些 共同善業的功德 回向 回向 大家少生病 生病的人趕快好起來 因為你救他的命啊 你救一隻魚啊 就等於救他全部的生命 從眼睛 從頭 從皮膚 從胃腸 通通救到了 所以 你全身的地方都救到了 因為你救他的命 特別魚都是被潑肚子 這些 這些石斑魚 都是活活的去潑肚子的 啊 給他放血 給他潑肚子 給他扒皮 啊 很可憐的 但是我們去救他的命 也救了自己的命 好 還四條 念一下 放生就是救親 放生就是救親 今天我們能救了這五千多條命 過去都是做過我們現場人的 父母兄弟姐妹夫妻 我講一個廣青老和尚的故事 廣青老和尚在台灣很出名啊 念佛啊 有神通啊 那有一次有一位青年企業家 賣汽車賺大錢的 四十歲左右啊 來找廣青老和尚 老和尚一看到他 老和尚有神通 欸 年輕的啊 我年輕的時候啊 救了你 你知道嗎 你是一條路邊要被殺的魚啊 我剛好救了你 喔 然後給你念佛 你現在還有機會做人 賺大錢 那年輕人一聽馬上跪下來哭 因為他講出他真實的 他就感覺到 他就是那隻魚 被老和尚救了 所以老和尚跟他說 不要再迷的金錢啦 趕快修行啦 人生難得啊 你從一隻小魚 我救你 三保加持你 投胎做人 你現在每天忙著賺錢 那是浪費生命 哪一天啊 又生病又死了 多少錢也帶不走 所以各位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呢 當我們放生的時候 你大部分救到的 都是你自己最親最愛的人 再聽我講一個 我常講的故事 有一副有錢人家 有錢的要命 但是就沒有生小孩 後來這個有錢老闆 終於太太懷孕 哇 兩個快樂啦 小孩子生下來 男生耶 白白胖胖耶 兩個人呢 就為了養這個小孩子 天天啊 就做了一個游泳池啊 不是游泳的 養活魚的 因為小孩子喜歡吃魚啊 然後每天就抓一隻活魚啊 養這個小孩 請問他這樣做 是要讓小孩長壽還是早壽 是要給他夭壽還是要給他長壽 當然也是要讓他夭壽 讓你以前死 結果這個小朋友呢 長到十六歲 正好看的時候 一病嗚呼 可以死啊 死了 死了以後啊 哎呀這個做媽媽呢 哭到生病 沒辦法起床 做爸爸的 是我賺這麼多錢沒用啊 不想賺了 我賺這麼多錢 就是要給我的兒女的 啊 就傷心也不做生意 那這下就慘了 太太在房間生病起不了床 先生心情不好 不做生意了 有一天她想一想說 太太病了那麼厲害 哎呀我去市場買個補品 來補太太的身體 結果 趕快讓她起床 結果她到了菜市場 到了菜市場 走過去 剛好很多在買活魚的 那這個老闆走過去 出來有一隻魚一直跳 噗嚨噗嚨噗嚨 他心情不好 好啦 老闆買這隻啦 有緣啦 那隻魚在噗嚨噗嚨 再跳 結果她要買這隻魚的時候 有一個出家人 這叫陰元來 觀音菩薩加持 這個出家人有神通 嘿 老闆老闆 你知道這隻魚噗嚨噗嚨 他在叫什麼 我怎麼知道 他用神通給他聽啊 這隻魚在叫什麼 爸爸啊救我啊 爸爸啊救我啊 他們兒子 因為這個小孩子喜歡吃活魚 所以他吃一隻活魚要五百次 他從小時候懂得吃魚 到現在已經吃了幾千隻魚 所以他要做幾千萬隻的魚被殺 但是終於看到他爸爸來 趕快跳趕快跳 就希望他爸爸救他 所以這個人一聽了差點昏倒 因為他聽了聲音 明明是他兒子的聲音 他趕快把這隻魚買回來 他趕快把這隻魚買回來 又放在那個游泳池 現在裡面就剩下這隻魚了 每天就看那隻魚 走走 不敢跟他老婆說 跟他老婆說 他老婆會哭死 所以各位 這就是真相 你千萬不要說 過年到了 我媳婦啊 要生小孩了 我要帶兩隻過給死 你生小孩要進捕幹嘛殺人家雞 莫名其妙 對不對 你要小孩子活幹嘛給你死 所以我們華人有一個不好的觀念 吃肝補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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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肉 補肉 那你吃七屁股 讓人家補屁股 你會找得痔瘡 我跟你說 吃雞腿 你這隻腿要洗你 我跟你說 走路要拔腿 喜歡吃雞腿 鴨腿 豬腿 但是你想想他們都痛苦 我想我們來參加法會都沒問題了 但是我希望各位 要用你的愛心 慢慢跟你的親戚朋友說 好嗎 不要講他錯 要笑笑的 對他很好 你對他很好 他才會接受你 慢慢慢慢改變他 所以我們放生 救了我們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 因為我們放生的功德 回向那個祖先 祖先會不會超度 至少升天 你想想 救了多少人 再來 念一下 放生就是嚴獸 放生就是嚴獸 回向給大家長壽無病 所以我們自己也會長壽無病 而且經典說 你這輩子所放生的悟命 你救了越多 他一定來報恩 他用各種方法來報恩 再來 放生就是福善 放生就是福善 幸福的善根 當你放生 你的生命一定幸福快樂 不管是 結婚啊 賺錢啊 生命啊 你都累積了這個幸福的善根 所以放生可以讓我們大家都快樂 像各位今天要來海邊放生 快不快樂 這比年輕約會還快樂 約會還吵架 提提哭哭 對不對 這個東西沒有副作用的快樂 所以各位以後說 有沒有男朋友 有 石斑魚 我愛石斑 有沒有女朋友 有 小公雞 頭髮漂亮的喔 不用燙 這個叫空性 空性是你的愛已經平等了 沒有空性的 我只愛人 我只愛男人 我不愛雞 我不愛鴨 那佛教裡面講 空 空就是一切平等 只要是有生命的 都是我們愛的對象 幫助的對象 好 最後一條 來 放生得生淨土 放生得生淨土 所以佛印禪師寫了一句話 放生 吃術加念佛 必定西方喪品極樂世界往生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放生的功德 來 回向三惡道眾生 地獄道 往生淨土 惡鬼道 往生淨土 所有動物死亡者 往生淨土 所有死亡人類 往生淨土 我們把放生的功德給他們 你幫助他們往生淨土 自己就可以上品往生極樂世界 以慈悲心念佛 希望眾生能夠往生淨土 離苦得樂 自己就變成上品生 所以 那 極樂世界有九品 底下三品是 為了自己的快樂再修福報了 這叫人天福報 可以下品往生 怕自己下地獄啊 希望自己趕快離苦可以下品 那為了解脫生死而往生的 那 你可以中品往生 但是為了慈悲幫助眾生往生的 可以上品往生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用慈悲心 一起來放生 回向給法界眾生好不好 好 那我們的祖先啊 包括我們自己啊 都種下了上品往生 為什麼要上品 找去找回 知道解嗎 找一點開悟 找一點圓滿慈悲 找一點回向娑婆世界 請問 一個人去極樂世界再來下地獄會不會痛苦 不會 就像你沒犯罪叫你去關在監獄你不會怕 你只是去裡面要幫助他們 去極樂世界再來的時候 就是為了能夠讓自己下地獄做惡鬼道 投胎做人 陪人生病你都不怕 為什麼 因為你有一個 無我的空性的 不會起心動念的智慧 這個很重要 叫無生乏人 你的內心不會起心動念啊 不會怕 而且呢 不退轉悲心 你傷害我 罵我 扛我 強姦我 我對你的慈悲都還在 都不會退轉 希望我們自己 將來都往生淨土好不好 好 希望我們的爸爸媽媽 他們得到功德 將來也能夠發願往生上品極樂世界 希望所有往生者 特別是這些物命 這些海鮮水族 他們都可以往生淨土 阿彌陀佛說 十方眾生 不是光人類啊 十方一切眾生 哪怕你這隻小螞蟻 第一道二軌道 願往生者 一念乃至十念 念我阿彌陀佛的名號 有這個信心跟願令 如果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我阿彌陀佛不可能成佛 但是阿彌陀佛已經成佛了 所以他這個願 四十八大願 還是其中的第十八大願最殊勝 任何眾生 包括花草樹木這些樹神 地上被踩死的螞蟻 願往生這些孤魂痛苦的眾生 天人阿修羅 願往生都可以往生極樂世界 做天人為什麼要往生極樂世界 因為天人雖然現在有福報 福報享受完了就會直接墮落上惡島 多痛苦啊 所以各位做人 現在整個八蛋島的黃金珠寶 房子都給你 又怎麼樣 那只是一個感受而已 究竟我們還是會生老病死 愛別離苦 好苦好苦好苦 世間就是苦 娑婆世界很苦 西方極樂 那如何往生淨土 那就相信阿彌陀佛 願往生淨土 經常念佛 而且我們有廣州這麼多善事 放生 幫助別人 護持三寶這些福報 這些善業 為助行幫助你 完成念佛往生淨土的陣型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一起來念 來跟我念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 大慈大悲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所以大家先把你的生命 交代給阿彌陀佛好不好 叫南無阿彌陀佛 把生命回歸 希望所有眾生 都把生命相信阿彌陀佛 願生西方極樂世界 然後再緩成四個字的 就看到自己啊 所有眾生都做在四種蓮花 看你要做哪一種蓮花 哪一種顏色 白色 青色 黃色 紅色 然後觀想他們 包括自己的祖先 都去極樂世界了 今天又放生 今天又吃素 今天又念佛 希望他們都上平往生極樂世界 也藉這個機會觀想 你所往生的親戚朋友 包括你的兒子 現在努力在讀書賺錢 沒有問題 希望他哪一天也聽聞佛法 哪一天也會了解真理 賺到了錢修功德 不要浪費 信願往生極樂世界 這才是愛他最好的方法 好 大家念佛哦 生命的力量來自於愛 慈悲的奉獻 就僅幫助眾生理苦得樂 所以生命電視台 帶著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就苦就難 到處去利益眾生 願大家都護持生命電視台 讓佛陀的智慧 讓佛陀的大悲心 充滿這個世間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ACIP早紀人 離兵營醫生 全球COVID-19的疫情 也要是很緊張的 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如果感染到COVID-19的疫情 會出現嚴重的背景 如果是去做COVID-19的有風車 就可以參選保護衛生 緊張感染 影響背景 跟希望的可能性 目前先讓 最多感染 風向的醫生人員 跟風疫人員 來做COVID-19的有風車 就可以幫助 疫情的控制 那是大部分的人 都有做有風車 就可以優惠的感覺 COVID-19的選保 讓大家隨時受到保護 都可以安心的做工作和生活 那是想要了解 更多COVID-19有風車的事 請參加這關所有的夢想 寄寒交逼中度日 一天 夫婦倆做完苦工 回到破屋時 丈夫紀伊羅 對坐在面前的妻子說 我聽佛陀說 貧窮的人 就是全身犯了貪令所至 今生縱然有萬貫家財 如果不修服 不布施 來世也一定得不到富裕的日子 說到這裡 紀伊羅停了一下 接著又說 唉 我們就是全身不修服 不知種福田 今生才會過得這樣的窮苦啊 她的妻子聽了丈夫所說的話 便不加思索地回答著 那我們也可以去修服呀 今生得不到富裕 希望來世能脫離貧窮 是啊 我也這麼想 但現在我們連一天三餐 都無法兼顧 唉 哪有錢才可以做布施啊 別醜 我們一起賣生 共同修服 不就可以了嗎 夫婦商量後 決定到一個富翁家裡 並談好價錢 約其七天 讓他們拿著賣生錢 去做布施修服的事 七天後 兩夫婦就必須回到富翁裡 開始做奴仆 得到金錢的紀伊羅夫婦 高興的 趕快到寺院裡做布施 辦斋供 他們忘記了辛苦 盡心盡力的為大眾服務 他們認為這是最寶貴的日子 也是最後屬於自己的日子 在這七天當中 他們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要為來世造福修音 時間過得很快 一下子 六天過去了 自由的日子 只剩下最後一天 就在這天 國王忽然也來到寺院 設斋 供養僧眾 本來 國王一到 無論什麼人 都要讓國王先做供養 可是 紀伊羅不肯讓 國王不高興 叫紀伊羅出來 紀伊羅見到國王便說 英明的國王啊 請原諒我的無禮 因為只剩今天 是屬於我自己的日子了 明天起 我就屬於他人的產物 所以 我要珍惜這最後一天 供養僧眾的機會啊 紀伊羅將詳細的情形 向國王報告 國王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 身為怜悯 稱讚他們捨身修服的精神 於是 為他倆夫妻贖身 並且送他們許多財物和土地 作為生活之需 神奏 銘利度母心咒 lik Dмерик 團地度母 physician 沙三 咏 大人 彼友 聚soever сч levels 黃 Carlo 夢 銘利度母的形象 常念绿度母心咒 能断除轮回痛苦之根源 免除一切魔障 也能够去除瘟疫种种病苦 消除世间一切灾难 增长寿命 福慧 凡有所求 无不如愿 灵硬如想 所以西藏人更喜欢念绿度母心咒 我们平常也常念 我们平常念绿度母心咒 一切瘟呻 dans 구 得意尽哈 一切瘟呻 dans 구 我们平常也能够去除永és物 我们平常也能够去除脸 难时 必能蒙菩萨救度 成就所愿 能断生死轮回 除一切障碍 病苦 命中往生极乐世界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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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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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